《罗布泊之证》第126集 摄影师叫竹子 个子很高 走路不免摇摇晃晃 自从大家一进入罗布泊 头上就搂罩着某种神秘的恐怖的气氛 两个团队先后在此失踪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那么他们会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呢 每个人都保持着警惕 搜寻小队的队长叫艾尼江 维族人 一个红脸堂的热心汉子 车队在罗布泊腹底转悠了两天 这天下午 艾尼江让大家在一个低洼处停下来 单调的沙漠上 摆着一块很独特的三角形石头 搜寻小队以为那是失踪团队留下的某种记号 可是经过反复的观察 怎么都读不出任何信息 艾尼江眼尖 他看到不远处有个东西 于是跑过去捡了起来 竟然是一张古老的羊皮纸 周边很不规则 说不清是什么形状 上面画着一幅画 很像出自幼儿园小朋友之手 他画了一个圆溜溜的湖 在湖边画了很多绿草 还画了一只鸟 麻褐色 画得跟鸭子一样 大家围到了艾尼江的身边 开始分析这张画 看起来 他应该是很久之前画的 已经开始褪色了 谁把一张画丢在了这个无人区呢 难道是那个失踪团队中的某个人画的吗 如果是这张画透露了什么信息呢 画画的人 为什么不直接写上一行字 比如我们快死了 比如我们遇到了不明飞行物 比如我们从于纯顺墓地朝北走了 如果他是失踪团队的某个人画的 那么也有两种可能 第一 这个人已经严重脱水 濒临死亡 他渴望水源 渴望绿钟 他画的其实是他的幻觉 或者说梦想 第二 他们团队被什么东西劫持了 不能用文字传达信息 只能画画 如果他们团队真的被什么东西劫持了 那么 这张画 到底想告诉营救人员什么呢 议论了半天 终无结果 最后 大家都觉得 这张画就是哪个小孩画的 他被大风刮走了 刮到了天上 一直毫无目的地飞 最后 飞到了萝卜坡 随后 大家又回到了那块三角形的石头前 竹子没有参与分析那张画 他正在那块石头上捣鼓着什么 竹子 个子最高 有1米85 他拍采访对象的时候 总是半蹲着 此时 他正在石头上刻字 已经刻出了竹子 道瓷 豆豆带着很大的草帽 来到他的旁边 他看见豆豆来了 不好意思的说 领导 我这 我很幼稚吧 豆豆说 很好啊 我也想刻的 就是没地方了 你拿我开心 是呢 刻完 你把它刻完 竹子 真的蹲下去 接着刻上了 一游 其他人也走过来 开始谈论这块石头 它是不是失踪团队留下的线索呢 如果是 它代表了什么呢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 三角形给人旋转感 用来表示飘落物 比如在天气预报当中 它代表冰雹 增加其警示作用 因此可以说 三边的含义是 从天上飘落的 三角的含义是 危险物 从天上飘落的危险物 那是什么呢 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豆豆对竹子说 竹子呀 在这儿拍几个空镜 竹子立刻扛起机器 开始工作了 这一片沙漠很美很美 它太干净了 透着一种宁静的死亡气息 只有死亡才能带来干净的感觉 忙了一会儿 竹子换上了一块BP90电池 记者小A出镜了 他要录制最后一段 现场报道 豆豆站在竹子旁边 一只手拖着下巴 先读小A的表现 其他人各忙各的 有人在抽烟 有人用卫星电话 与指挥部联络 有人用望远镜张望 有人坐在车下的阴影里聊天 小A站在镜头前 伶牙历迟地说 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 在于纯顺墓地以南 大约80公里处 罗布泊的搜寻工作 已经进行到了第26天 据第一个旅行团队的失踪 已经过去69天 据第二个旅行团队的失踪 也已经过去了39天 这是继著名科学家彭加木 在罗布泊失踪33天以来 小A突然停住了 朝豆豆吐了下舌头 然后说 对不起 错了 豆豆对竹子说 再来一条 小A继续说 这是继著名科学家彭加木 在罗布泊失踪33年以来 又一次震动全国的失踪事件 这次不是个体失踪 而是集体失踪 专家预测 他们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们搜寻四队 有一名志愿者 已经发生严重脱水 被直升机运出了罗布泊 送到了乌鲁木齐进行救治 从今天起 营救人员开始陆续撤离 我们的记者 跟随第四搜寻小队 也将离开罗布泊 财经频道小A为您报道 竹子说 没问题 小A走出镜头 豆豆递给他一瓶水 小A喝了几口 又拿来毛巾擦了擦汗 豆豆说 还得补上几句话 补什么 现在的气温 今天是6月29日 罗布泊的气温53度 地表气温80度 好的 哎 竹子呀 你再拍拍我们的蜡烛和巧克力 都变成液体了 很直观啊 嗯 竹子扛起摄像机 准备接着拍了 小A 正走向镜头前 竹子突然惊叫了一声 猛地放下机器 接连后退了几步 小A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 也跑到了豆豆的身边 怎么了 竹子看着前面空空的沙漠 语无伦次地说 有人 我看见他了 其他人围了上来 豆豆冷静地问 哪有人 竹子指着正前方 惊开地说 就在那儿 豆豆说 你是不是中暑了 先不拍了 你去车上 吹吹空调 你从摄像机里看 他一边说 一边把摄像机举起来 自己再也不敢看 举给了豆豆 豆豆凑上前 从摄像器里看进去 黑白画面上 真的出现了一个脑袋 豆豆的身上一冷 不过他没有躲开 他紧紧地盯住了这个人 很奇怪 对方举着手机 好像也在拍 他盯着自己的手机 激动地说 我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 这个人 看上去四十岁左右 穿着纯白T恤 米黄色的大裤衩 白袜子 运动鞋 他全身上下都是沙土 就像刚刚走过万里长征 他的脸色黑红 不知道脱了几层皮 胡子拉叉 头发乱碰碰的 看起来好久没见过了 豆豆当然认得 他就是失踪团队的一员 那个作家 周德东 豆豆没有慌乱 他在最珍贵的时间里 问了一句最关键的话 为什么 我们放下摄像机就看不到你了 对方依然盯着手上的手机 我们剩下了三个人 突然 画面就像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 吱吱拉拉的响起来 转眼就被雪花覆盖了 豆豆离开了寻想器 看着前面呆住了 干干净净的沙子上 没有人也没有脚印 周德东在最珍贵的时间里 传达了最重要的信息 他们剩下了三个人 他放弃了豆豆的那个问题 没有回答 因为太复杂了 他不可能说清楚 他选择了陈述 实际上 他的陈述也是一种间接回答 表明他不知道答案 竹子小声地问 领导 你也看到了 豆豆点了点头 艾尼江问 领导 你们到底看到什么了 一路上 他一直和豆豆互称领导 失踪团队中的意愿 艾尼江十分的震惊 什么 豆豆摇了摇头 竹子说 我看见他背后有个胡 豆豆说 你看见胡了 好像是 我当时吓了一跳 只顾看他了 所以我不确定 豆豆对艾尼江说 我看见他举着手机 好像在拍什么 我猜测 我们互相只能通过镜头 看到对方 让我来看看 已经看不见了 接着他问竹子 你回放一下 看看路上没有 竹子举起摄像机 朝前翻了翻 只有小A的画面 竹子对豆豆摇了摇头 豆豆又对艾尼江说 灵大 您说怎么办 艾尼江想都没想 就说 就算你们看到的是海市蜃楼 我们也要继续找 我举着手机 四处寻找 取景框中突然显现出了七八个人 我猛地放下手机 前面空无一人 只有沙子 还有远处的两个帐篷 静静处理 我再次举起手机 死死盯住了取景框 他们应该是电视台的 沙地上扔着几只影视器材箱 纯黑色 边角包着白色铝合金 上面写着蓝城电视台 财经频道 一个高个的男子 扛着摄像机 一个短发女孩 站在镜头前 正在说着台词 很快 画面变成了雪花 我傻了 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 我不敢移动 一直举着手机 对准刚才那群人的方向 等待着画面再次出现 过了半天 画面真的再次出现了 为什么我能看到他们 他们看不到我 我忽然意识到 我必须出现在他们的镜头里 于是我举起手机 快步的走过去 挡在了镜头前 那个高个子男子 果然看到了我 他吓了一跳 连连后退 其他人也围了上来 那个穿着绿色T恤的女人 凑到摄像机前 朝里边看 很显然 他看到了我 我激动的叫起来 我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呢 那个女人问 为什么我们放下摄像机 就看不到你了 我回答不了 只是说 我们剩下了三个人 突然 画面 变成了雪花 我举着手机 继续等待 画面再也没有出现 我在沙子上坐下来 努力回忆着刚才的情景 刚才的每一个人 我的心 忽然被什么东西 紧紧攥着 不是因为那个负责摄像的高个男子 不是因为那个穿绿色T恤的女人 不是因为那个跟高个男子 一起后退的短发女孩 不是因为那个围族的红脸堂的汉子 不是因为围上来的其他人 有个女人独自坐在越野车的阴影里 始终没有动 只是远远的朝我看了看 她大约三十多岁 一头白发 令我 触目惊奇 罗布泊之咒 第一百二十七集 季风和酱汁醒了 他们一起朝我走过来 季风说 老大 去睡吧 我告诉你们两个消息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们先听哪个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出来的 季风说的是 先听坏的 酱汁说的却是 先听好的 他们互相看了看 季风说 好吧 先听好的吧 我看到了救援人员 酱汁瞪大了眼睛 在哪儿 我刚才用手机录像的时候 看到他们了 大概七八个人 四两成 现在他们的人呢 就在你们这个位置 酱汁一步就跳开了 季风问 那坏消息呢 只能通过手机视频看到他们 一放下手机就看不见了 刚才 我和他们还对了话 可是 画面很快就被雪花淹没了 酱汁说 你这是一个消息啊 是一个消息 它既是好消息 也是坏消息 说它好 是因为我能够确定了 外界并没有放弃我们 他们一直在找我们 说它坏 是因为我们和他们 好像不在一个空间里 季风和酱汁 来到我身旁坐下来 酱汁也掏出了手机 打开录像软件 继续搜寻 我站起身来 朝东南西北的天空 看了一圈 什么都没有 我又抬起头来 看正上方 一个很小的黑点 正在缓缓的移动 我又看到 那个不明飞行物 我立刻举起望远镜 找了半天才锁定它 我确定它的移动 但是依然说不清楚 它是飞鸡还是飞鸟 季风 酱汁 你在看什么 你们来看看 那是什么东西 酱汁手快 他跑过来夺下我手中的望远镜 朝天上看 在哪呢 在哪呢 他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 你给季风 一会儿不见了 他很不情愿地把望远镜 交给了季风 季风举着望远镜 慢慢地移动 目不转睛地看 看清楚了吗 季风不说话 继续看 过了好半天 他才放下望远镜说 他飞走了 你看那是什么 开始我以为它是个风筝 后来又觉得不是 那是什么 季风看了看我 半天才说 我怎么觉得 那是一个人呢 我哆嗦了一下 人 真的 很像一个人 他的脸朝下 趴着飞 你看花眼了 不可能 这时候白沙走过来 中间有个斜坡 他在沙子上滑了一下 差点摔倒 季风说 白沙 你还没吃饭 吃的在帐篷里 你自己去拿 白沙走到我们跟前说 我不饿 你们在聊什么呢 闲聊 那我问个事啊 像这 你是不是知道 那些累人住在哪啊 你想干什么 我要去救我的女朋友 哼 你终于要崛起了 那我告诉你 你一直朝西北方向走 如果不走弯路 大概三四个小时吧 你会看到一些枯死的木头 半人高 在那你会找到一个入口 进去就找到他们了 白沙看了看我 他们总共多少人 四个 应该是四个 你要是能打死他们 替我多踹那个 叫宝珠的计较 老大 我需要你的电机器 我摇了摇头说 我已经拒绝过你了 不管他打着多伟大的旗号 我都不可能把电机器给他 万一他有阴谋 我和季风 降之都会死在他手中 白沙 眨巴着眼睛 想了想 又说 我可以不要电机器 那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把那些金子还给我 理由呢 我拿金子 去跟他们换人 如果他拿到了电机器 制服了我们三个人 接下来 所有车辆 帐篷 物资 毒品 金子 通通归他了 现在他拿不到金子 开始退而求其次 来骗金子 如果我答应他 他很可能把金子 埋在某个地方 第二天回来撒谎说 累人 不同意叫唤 还抢走了那些金子 我说 金子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你没有资格 拿他去换你女朋友 白沙看了看季风 又看了看降之 希望从两个女孩那 得到援助 季风看向别处 降之把脸转向了我 小声的说 大叔 你就帮帮他吧 为了那个米碎子 我坚决的摇了摇头 不行 白沙有些怒了 我们遇到的是特殊环境 特殊情况 这不能采取一件 特殊办法吗 这时候 金子是谁的 还重要吗 重要 无论什么地点 什么时候 我们都要用正常社会的道德标杆 看问题 白沙吐了口气 非常无奈地说 那好吧 就算在武城 如果一个人被绑架了 眼看就要被撕票了 警察没有办法接近人质 是不是也要答应 逮投的条件 乖乖的送去赎金呢 我都遇到了些什么人呢 张回 无民 白沙 妈的 一个比一个能说 警察从来不会冲进金店 抢来人家的私人财产 然后 去赎人质 这荒天野地的 我们只有金子 不拿它 你让我去哪搞钱呢 我只能说 很遗憾 白沙看了看酱汁 冷笑了一声 哼 没人性 然后 就走开了 下午三点多钟 正是 罗布泊最热的时候 我和季风 降汁坐了一会儿 赶紧 退回了帐篷 帐篷挡住了太阳 但是不通风 很闷 降汁说 刚才天上那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呀 可能 是个垃圾袋之类的 风不大呀 能把垃圾袋 刮那么高吗 不管它了 当时 应该让我看的 我的视力特别好 假如 那真是一个人在飞 你还不吓死 降汁看了看季风 你还觉得那是一个人 当然 那不可能 应该是飞机吧 救援飞机 妈的 飞那么高 怎么能找到我们呢 我们应该在沙漠上 写一行大字 妈的 飞那么高 怎么能找到我们 你去写 我叹了口气说 平时写小说 我一天能写一万字 可是在沙漠上 一天 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我们聊了一会儿 降汁说 你们说 这个帐篷 像不像桑拿房啊 像 我真想把脑袋 钻进冰箱里去 我也想 最好 是冷冻层 我说真的呢 我这才意识到 他真想这么做 我的路虎车上 有车在冰箱 我说 不行 为什么呀 让冰箱制了 就要打着火 消耗的气用 够我们跑十公里的 最后可能就因为 这十公里 决定我们能不能走出去 好了 大叔 不要讲道理了 湖边那些草 哗哗啦啦的响了起来 很快 一阵风 从门口吹进了帐篷里 虽然软软的热热的 依然很舒服 我突然说 我想张回了 只想他一个 不想梦小帅 我从小跟别人 混的时候 不相信老大 后来自己当老大了 不相信小兄弟 但是 我想张回了 你说 要是张回在 他会不会 怕这个白沙呀 我替我的兄弟 冷笑了一下 将真又说 那他 会不会 怕公本忍呢 也不会 那你说 公本忍 会怕他吗 我想了一会儿说 他俩 谁都不会怕谁 那他们要是打架呢 谁能打过谁呀 我看了看他说 你怎么跟个男孩似的呀 我特别想知道 他们谁厉害 公本忍 壮 张回 狠 他们要是打起来 最后可能都躺在沙漠上 季风的话 一直很少 今天 他却主动 挑起了一个话题 我想他们所有人 我经常想起 大家当时选的通道 很有意思 从中 可以看出 每个人的性格 我说 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都有哪些字来着 揪 窗 阔 米 闲 打 尖 闻 闪 门 闻 闹 闹 季风说 将真 要是你选 你会选哪个字的通道 将真想了想说 闹吧 接着 季风就玩起了解字游戏 他觉得 选抓揪的揪的人 很可能是个怀揪的人 不喜欢变化 反应比较慢 比较谨慎 但是渴望奇迹 选闯荡的闯的人 应该比较奔放 也比较相信经验 选阔的人 一般来说 应该很猥琐 现实主义 选闲的人 性情温润 过于浪漫 品行端正 选答的人 决定往往令人意外 喜欢见走偏锋 但是有小聪明的嫌疑 选闪的人 性格可能很平庸 但是处事比较圆滑 说到这里 他就不说了 降真说 还有六个呢 让钟老大说吧 我知道 他不想评判身边的人 我说 选闯的人 基本没什么脑子 细究起来 这种人心性渺小 喜欢投机 藏着阴毒的一面 白欣欣选了敏 张回和郭美 也选了敏 所有跟随的人都不算 选择尖的 有一股冲劲 大气 端重 适合做王 只是有时候 会受到致命的挫折 哎哎哎 夸自己的时候 稍微含蓄一点 成吗 选闻的人 更加现实 不过 这类人 别出心裁 不走寻常路 往往 结局大获全胜 他们一般不在意 别人的眼光 孟小帅选了闷 那是什么意思呀 选闷的人 我看不明白 我只能说出一点 他们具有超强的决策能力 不受外界干扰 也不受自己干扰 每个人 在生活中都是纠结的 但是他们却能立刻分清 事物的表面和性质 并且快刀斩乱马 接着我又说 选问的人 往往很简单 他们相信直举 为此 可能容易上当 我选了闹 最后到你了 选闹的人 比较单纯 喜欢去酒吧 野店 还喜欢找叉 你这是在说我 还有一点就是 聪明 比方说 别人对他用暗语 但是 他往往一下子 就能听得出来 不跟你玩了 我看了看季风 如果你自己选的话 你会选 哪条通道 我肯定跟着你 假如我不在的话 我依然会选 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 我都很感动 如果他说的是真话 那说明 我和他是一类人 息息相通 如果他说的是假话 那无疑是在暗示我 对于我把他带回了原点 他无怨无悔 太阳一点点的落下去 帐篷是朝西的 阴影在渐渐的朝后退 我和季风 降之走出了帐篷 都举着手机 在沙漠上寻找那些幻觉一样的营救人员 沙漠空空 再也不见他们的踪影 在寻找的时候 季风说 周老大 你对白沙 是不是太刻薄了 就是就是 虽然他不是什么好人 可是 他毕竟想救他的女朋友啊 我看了看季风说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我猜到了 那就好 季风 你猜到什么了 我看了看酱汁说 我会和他一起 去救那个米碎子 酱汁一愣 啥时候 惊艳 罗布泊之咒 第128集 自从在湖里捞上那个婴孩 酱汁再也不提捕鱼的事了 晚饭又是方便面 酱汁吃吐了 不是形容词 他真吐了 他用沙子埋了呕吐物 眼睛红红的 挂着泪 委屈的走进了帐篷 什么都不吃了 我担忧起来 如果酱汁吃不下东西 那就很麻烦 我们被困罗布泊之后 我最担心哪个人生病 一直给大家喝淡盐水 避免脱水 我们没有医生 万一有人生病 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季风去帐篷里 照顾酱汁了 吃完晚饭 白沙又走向了他的帐篷 我叫住他 白沙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停下了 并没有走过来 我主动走了过去 你一定要救回你的女朋友吗 能不能救回来 是另一回事 我很想去试试 你一个人太危险 我跟你去 他愣住了 过了半天才说 你确定 我不但去 而且我还要当队长 两个人的队长 他笑了 竟然像兄弟一样 用拳头砸了砸我的肩膀 朱瑟 没问题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凌晨两点走 争取天亮 找到那个古墓 为什么选这个时间 夜里他们都在古墓里 我们去了 就是送死 当然他们会杀你 不会杀我 天亮 他们才可能离开 我们趁虚而入 把你女朋友带走 等一下 他们为什么不会杀你啊 我们有协议 要是他们发现 米碎子不见了 追来了呢 那只剩下拼了 我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 我希望那时候 你不要再叛变了 我对别人话头 对朋友 绝对不会 我不相信你 好了 你回帐篷 好好休息 到时候 我教你 谢谢 我回到帐篷的时候 天有点黑了下来 季风和酱汁没有点灯 他们在幽暗的暮色中说话 我在他们旁边坐下来 后半夜的时候 我和白沙去古墓 将真说 你真去啊 真去 我了解他们的体力 你打不过他们的 五斗不行 就文斗 将真竟然没听出来 我是在开玩笑 他认真地说 你以为类人 会跟你谈文学 比诗词歌赋啊 万一你救不回来 那个米碎子 那你就回不来了 就算你把他救回来 我又不安全了 那个宝珠 很可能又来抢我 你想过这些吗 大叔 你说怎么办 要不你把电机器给白沙 让他自己去吧 绝对不行 我离开的时候 会把电机器留给你们 季风说 我们又不去抢人 我和白沙夜里出发 万一在黑暗之中 他故意和我走散了 然后跑回帐篷 怎么办 你不带电机器 万一他半路袭击你呢 他把你害了 然后再跑回帐篷 还不是一样吗 他不敢动我 周老大 他年轻 他不一定打不过你 他害怕我身上的电机器 你不是说 要留给我们吗 我狡猾地笑了 但是他不知道 季风就不说话了 将真说 可是 宝珠发现米穗子不见了 肯定会来湖边找他呀 就回米穗子之后 我们给他和白沙一辆车 让他们离开这 自己找出路 回屋城 那我就不懂了 你不懂什么 他们两个人在荒墓上逃亡 肯定是九死一生啊 现在米穗子在古墓里 怎么说都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非要把他救回来呢 我在黑暗之中 看着他模糊的脸 半天才说 因为爱情 将真哑了一下 突然说 那当时我在古墓里 你怎么不去救我呀 因为你是自愿的 如果你不想在那儿了 我怎么都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 就比如现在 将真没说话 我感觉有人在黑暗中 悄悄抓住了我的手 抓得很紧 是将真 夜渐渐的深了 我们三个人在睡袋里躺了下来 天上的月亮 昏昏黄黄 周围套着一个车轮大的光月 那预示着明日将有大风 季风突然说 我感觉 罗布坡上有很多座太阳墓 每座太阳墓下 都只有一条通道是对的 通往正常的世界 周老大 你想想 我们见到的两个太阳墓 它们并不是同一座 嗯 有道理 我们现在就该好好想想 究竟哪条是对的 没用 那两座太阳墓 给的提示并不一样 只能到现场 临时琢磨 什么时候去找啊 我宁愿随便选一条 不管钻出去看到什么 都比这个鬼地方强 我都快憋死了 再等等救援 实在不来 我们再去找通道 就算他们出现了 也只是在视频当中 我们也上不了他们的车呀 我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说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呀 到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 睡吧 你不说 我睡不着 那我告诉你 我是吹牛的 我没办法 能睡着了吗 没关系 反正这地方 也没有税务局 接着 我把电击器 塞在了 季峰的阵头下 季峰说 去古墓的路上 你要时刻注意 那个白杀 到了古墓之后 你要万分 小心那些累人 我知道 我的脑袋里 自带闹钟 到了凌晨两点左右 我一下子 就醒了 悄悄地爬起来 亲了亲 降肢的额头 然后摸黑 走了出去 白杀的帐篷里 黑乎乎的 我站在帐篷门口 叫了一声 白杀 很快 他就从帐篷里 走了出来 走了 不开车呀 车灯那么亮 还没等我们 走到古墓附近 就被他们发现了 我们停在半路上 回来再开啊 罗布泊这么大 你找得到吗 这么说 我们也不一定 能找到那个古墓了 壮壮运气吧 好 我拿着一只手电筒 递给他一只 一起照着脚下的沙子 朝西北方向走去 他在后面跟着我 走出几步 我停下来 回头对他说 你怕吗 他也停下来说 不怕呀 我们的手电筒 都照着脚下 在叶子之中 他的眉棱之下 是两个黑洞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之所以和他说话 是为了他走上来 和我并排走在一起 没想到 他却站住 两个不知是敌是友的人 一起走夜路 谁在背后 谁主动 你过来 他解释说 我们一前一后走 更安全 你警戒前面 我警戒后面 那你走前面 他慢慢走过来 好像笑了一下 算了 我们还是并排走吧 你怎么又改了 走前面 我怕掉进陷阱里 就这样 我和他一起朝前走了 中间隔着 约两米的距离 如果他突然 扬起手电筒砸过来 我有机会躲避 我们各有一只手电筒 除此 我还背着 步步的那幅望远镜 沙漠上除了 软软的沙子 什么都没有 如果我和他 发生厮杀 望远镜 也是武器 朱先生 你的体力怎么样 很好 可是我感觉 你有点喘了 我转头看了看他 发现他离我 越来越近 之间只有一米远了 我朝旁边躲了躲 你离我远点 他立刻跟我 拉开了距离 笑了 你怕我 你高看自己了 你怎么想的 我全懂 你确实应该 对我戒备一点 什么意思 难道 你想杀我吗 如果我杀你 理由 比脚下的沙子还多 直觉告诉我 你没有这么附黑 毕竟 我是帮你 去救你的女朋友 救她 不重要 我倒觉得 我们这样散散步 更重要 你看 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万类俱寂 我们单独在一起 聊聊天 互相增进一下了解 多好 我停下来盯着他说 白莎 你到底想干什么 直说吧 他很认真地说 我不叫白莎 你不要再装神奴鬼了 你女朋友都这么叫你 他知道的 也是我的假名 四周一片漆黑 月亮的样子更加古怪了 四周那车轮大的光运 变成了暗红色 他继续说 对女人 不要太实在 我们都懂 你留在沙漠上 自言自语吧 我回去了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你走得了吗 我硬着头皮 冷笑了一下 只要你敢靠近我 我就用电击器 戳倒你 他也笑了 可惜啊 你没带 我的脑袋轰隆一声 他什么都听见了 我后退了一步说 我知道你偷听了 不过 那是我故意说给你听的 需要我拿出来 让你看看吗 你说了吗 我不知道啊 我是看出来的 看出来的 你一直把它放在 左裤兜里 现在 那个裤兜是撇的呀 我把望远镜 抓在了手里 很绝望 站在坚硬的柏油路 或者水泥地上 会感觉有退路 但是置身沙漠里 脚下软软的 走一步陷个坑 就像噩梦纠缠 很绝望 尽管这种地理 也会给对手减速 但是只要他的体力强一点 我就必死无疑 逃不掉的 我平静地说 你来吧 他黑黑黑地笑了起来 我开个玩笑 你还当真了 我并不信任他 我并不信任他 我觉得他可能认为 时机尚不成熟 我说 我不想在这种时候 开玩笑 我只问你 你还想不想救他了 当然 走了 你走前面 公平点 我们还是并排走 于是我和白沙 继续朝前走了 之间保持着 两米的距离 有一个铁的事实 他已经知道了 我没带电击器 走着走着 前面出现了一个 挺陡的沙坡 他突然加快脚步 朝上冲过去 他拿着手电筒 四处乱晃 他冲到坡顶 停下来喘息 回头等我 我一步步的朝上爬去 在接近他之后 我再次感觉到了危险 我发现 他把手电筒关了 我的手电筒开着 相对来说 我在明处 他在暗处 而且他居高临下 如果他想攻击我 地形对他太有利了 我停下来问他 你为什么关掉手电筒 你上来就知道了 你告诉我 为什么 前面一马平穿 他们会看到手电筒的光 这个解释合理 你先走吧 他就继续朝前走了 我这才爬上了沙坡 也关掉了手电筒 走出一段路 他说话了 周先生 老实告诉你 吃晚饭的时候 你对我说 要和我一起去救我的女朋友 我当时的想法是 半路杀了你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他 后来呢 我改变了决定 为什么 因为你说的一句话 我看了看黑乎乎的他 我说什么了 为了爱情 他确实偷听了我和季风 酱汁的对话 接着他又补充道 尽管我并不是为了什么爱情 但是你这句话 打动我了 罗布泊之咒 第129集 天蒙蒙亮了 一路上白沙一直阴晴不定 现在他的脸终于一点点的清晰起来 我发现 这小子不能熬夜 眼睛红红的 脸煞白 私下里眺望 不见那片枯死的胡杨木 我们继续朝着西北方向走 我说 你很爱米碎子 我只想在吴城安个家 落个脚 接着他对我讲了起来 去年年初 他从昆明来到吴城 认识了米碎子 两个人恋爱了 一个月前 他们开始商量结婚的事 米碎子提出 必须要买一套房子 而且不能是按揭的 必须是全款的 不然他母亲就不同意结婚 白沙没办法 只好去抢劫 说到这 白沙笑了 没有房子就没有女人 多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并不是 一夫一妻子 而是一房一妻子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古代 把老婆称为大房 二房 三房 说着说着 白沙住口了 朝左边望去 我也看过去 金黄色的沙漠上 果然出现了一些 枯木 我们的方向 偏了九十度 此时 那些枯木 离我们大约三公里远 那就是令狐山 他们的家 那就是季风和酱汁 寄居过的地方 那就是米碎子 被软禁的地方 我赶紧 在一个沙坡下 爬了下来 白沙 也在我旁边爬下来 我掏出望远镜 探出脑袋观察 那些死掉的胡杨木 就像是一群人 正朝我看过来 古墓在一个高地上 死气沉沉 不见一个人影 更远的地方 竟然有一片雅丹 白沙说 他们会离开吗 像这儿说过 白天他们会出去 寻找古墓 就算是他们出去 也会带着米碎子 不一定 难道他们不怕他跑了 这片荒漠 就是个大笼子 他跑得出去吗 白沙就不说话了 我一直举着望远镜 过了半个多钟头 两条胳膊酸酸的 我把他放下来 那些枯木一下子就变得遥远了 如果说沙漠是一张脸 他们就是几根细弱的胡叉 我用肉眼眺望 好像有根枯木在移动 我立刻举起了望远镜 不是枯木 是个陌生的累人 他站在古墓之上 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做了几个古怪的动作 然后他把双手举到脸前 身体开始慢慢转动 难道他在进行什么仪式吗 他的脸慢慢的转向了我 有两个东西在反光 我猛然意识到 他也举着一副望远镜 我赶紧一缩脑袋趴在了沙坡下 白沙说 他们出现了 别露头 有个累人正在用望远镜看我们 白沙背朝着古墓 靠在沙坡上不说话 等了几分钟 我再次举起望远镜 慢慢的探出去 那个累人已经不见了 他还在吗 不见了 他回到古墓里了 不一定 过一会儿 他可能从我们这儿的沙子底下钻出来 白沙再次沉默了 又过了半个多钟头 又有几个人影从古墓里冒出来 总共五个 他们是宝珠 宝珠的父亲 令狐山 还有一高一矮 两个类人 他们在交谈什么 然后依次朝着西南方向走了 就像一行很规矩的小甲虫 我激动的说 他们离开了 机会千载难逢 白沙一下子就跳起来 我们赶快过去 再等等 直到那些人完全消失在沙漠上 我才说 走 我和白沙爬上沙坡 快步地朝古墓走去 米碎子没有老老实实待在古墓里 枯木尖 露出了他那件红色的T恤 白沙也看到了 他直接拽掉了一排钮扣 脱了下来 然后他光着膀子 一边挥动那件衬衫 一边朝前跑 嘴里喊着 米碎子 米碎子 米碎子转过头来 他看见了我们似乎愣住了 过了片刻 他撒腿 就朝我们跑了过来 十几分钟之后 我们和米碎子 在沙漠上会合了 米碎子一下子就扑到白沙的身上 白沙把他紧紧抱住了 我往前走出几步 举起望远镜 监视那些累人离开的方向 他们随时可能回来 我要加强警戒 过了一会儿 我听见米碎子 在身后叫他 周大哥 我放下望远镜 转过身去 他的眼里含着泪花 激动的说 谢谢你来救我 他来救你 我只是带路的 我已经谢过他了 那些人去哪儿了 说是去找老C 老C 白沙看了看过 你知道谁是老C 现在最老的一个累人 他们去找他干什么 如果说罗布泊是个热锅 他们也是里边的蚂蚁 这话怎么说呀 罗布泊很深邃 藏着太多的秘密 比如 有一些太阳木形状的古墓 那下边 不知道什么人 建了一条条的通道 其中只有一条 是正确的 通往外界 为了防备年轻的累人 投奔人类的花花世界 只有最老的累人 才知道谜底 他临死的时候 会把这个秘密 告诉第二老的累人 可是 他们最老的累人 被我们杀了 现在 他们也和外界隔绝了 米岁子看了看白沙说 我们怎么办呀 米岁子 你不见了 他们肯定会去湖边找你 我分给你和白沙一辆车 再给你们带些吃的喝的 你们自己去找通道吧 我们不知道走哪条啊 那些通道口会给一些提示 就看你们能不能选对了 可是我们走了 你们怎么办 他们不会伤害我们 我们有协议 走吧 白沙突然说 朱先生 我想麻烦你一件事 我看着他 你把米岁子 带回去 你要去干什么 我想去看看他们的古墓 跟底教室的 有什么好看的 赶快走 白沙没有动 他的眼睛竟然有些湿 这片荒漠光秃秃的 我也找不到其他人帮忙 只能拜托你 帮我把他带出去 交给他父母 就当他是我妹妹 只要他安全 我也就没什么钱挂了 这个人 不大对头 米岁子说 白沙 你想闹哪样啊 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对啊 你已经离开他们了 我得办点我自己的事了 我盯着他 一字一顿的问 你有什么事 我来罗布泊 就是为了找到他们 在黄沙之上 白沙给我讲了一个寒冷雪山的故事 那是他的爱情故事 女主角却不是米岁子 白沙并不避讳 令我惊讶的是 他提到了一个人 竟然是鲁三国 故事是这样的 白沙在昆明 带着几个兄弟搞客运 他是一个混混 他和微微相识 只是因为一次打架 那天在酒吧 几名男子喝多了 调戏临桌的微微 白沙看不过去 上前打抱不平 结果那几名男子群殴 把他打倒在地上 那几名男子跑了 微微把白沙送到了医院 微微二十八岁 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女登山者 已经征服了六座 八千米以上的雪山 被某通信公司 聘为荣誉员工 实际上 他小时候身体很弱 医生说 他不易进行剧烈运动 最好保持怠速 上学之后 每年开运动会 他都躲得远远的 他父亲是个中学语文老师 非常疼爱女儿 他经常带着微微运动 常跑 爬山 除了登山 微微喜欢养蛇 一直没解决个人问题 他的母亲 为女儿的婚事 操碎了心 经常去相亲大会 为女儿物色对象 她的牌子最大 举得最高 那牌子上特别写着 无双亲负担 人家问起来 母亲就说 我跟她爸商量过了 等我们不能动的时候 去养老院 不拖累她 白沙比微微 小三岁 她开始追微微了 微微不同意 她就想方设法 接近微微的母亲 百般讨好 有一次 微微的母亲 去超市买了很多东西 白沙立刻就出现了 一直帮她送进家门 微微看到她之后 没说话 转身就进了自己的卧室 白沙下楼之后 给她发了一个短信 说这次我进了你家的门 下次我就要进你的门 就靠着这股赖皮劲 她终于把微微追到了手 两个人同居了 房子是白沙租的 也是她布置的 不豪华 但是很温馨 白沙在墙上挂了很多微微的登山照 她穿着粉色的冲锋衣 戴着风雪镜 很帅 有了家 也拴不住微微 她更多的时间不是在登山 就是在准备登山 她只喜欢没底的家 随着在一起生活的时间 越来越长 两个人的亲情 也越来越浓 白沙越来越担忧微微的生命 她在手机上为微微做了定位系统 希望时刻都知道她在哪 那年八月 微微去爬乔格里峰了 乔格里峰海拔8611米 死亡比例 7比1 那天夜里凌晨时分 白沙在家里睡着 四周一片漆黑 她梦见了风声 冰爪刺进冰雪的声音 冰稿 那时候微微正在冲顶 白沙在睡梦之中 恍惚看见微微回家了 她满身冰雪 轻声对她说 白沙 白沙 白沙突然坐起来 家中一片漆黑 白沙睡不着了 下了床 坐在沙发上 一只接一只的抽烟 后来她才知道 就在那个时间 微微正在攀爬一面 几乎垂直的兵壁 突然滑坠 差点送命 天一亮 白沙就给微微打电话 打不通 她神情恍惚 连饭也吃不下去了 只是死死的盯着手机 微微的那个位置 像个红色的小气球 始终停滞在中国地图 最西侧 新疆夜城境内的 卡拉昆仑山脉中 信号最后消失的地方 移动不动 终于 那个红色小球移动了 她立刻拨打电话 你下来了 微微虚弱地说 我上去了 微微登乔格里峰的时候 认识了同在昆明的登山者 鲁三国 后来 白沙经过调查才知道 鲁三国是个化妆品公司的老总 其实化妆品公司是个幌子 这个人背地里 靠倒卖文物发家 四年前 鲁三国遇到了大麻烦 警方查封了她的公司 并把她关押 老婆离开她 带着四岁的儿子去了美国 由于证据不足 鲁三国逃过了一劫 不过 老婆和儿子音讯皆无 从那以后 她开始登山 回到昆明之后 微微经常和鲁三国见面 这让白沙很不爽 白沙跟微微商量 五月份举行婚礼 微微却说 她五月份要去登珠峰 白沙得知那个鲁三国也去 而且这次登珠峰 正是鲁三国给微微提供的赞助 她大发雷霆 怒不择言 你为了那点名利 是不是连我都可以不要了 她清楚地记着 当时微微很震惊 她看着白沙半天才说话 你认为我是为了名利 不为名利 为什么呀 所有玩命登山的 都想站在最高的地方 让这个世界看清她 微微很平静地说 你错了 我站在最高的地方 是为了看清这个世界 当天晚上 微微就回了父母家 白沙哄了几天 才把微微哄回来 两个人重新过日子 不过白沙留了个心眼 她在网上买了一个隔墙厅 这天 白沙谎称要去外地 考察客运线路 其实她留在了昆明 果然微微又和鲁三国见面了 他们走进了一家安静的酒吧 白沙走进了隔壁的书店 她的胯包里 装着火柴盒一样大的主机 她假装看书 戴上耳机 把探头贴在墙壁上 开始窃听 鲁三国聊起了她惨败的婚姻 平静里透着忧伤 听完之后微微说 不管是开花的 还是流血的 你的感情 总算有个大起大福 鲁三国说 你没有吗 微微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在我的经历中 大起大福的只有山 听到这儿 白沙心里一阵疼痛 那天 微微和鲁三国喝了很多酒 微微喝酒像藏族人一样豪爽 最后 她喝醉了 鲁三国搀扶着她走出酒吧 她没有送她回家 而是带着她走向了旁边的西尔顿酒店 白沙尾随他们 一直盯着两个人走进酒店 过了一会儿 她进去询问鲁三国和微微的住房信息 被礼貌的拒绝了 白沙走出来 在马路边颓废的坐下 朝上望去 她双眼空洞 脸色苍白 像个雕像 密密麻麻的窗户 一扇扇窗户里的灯陆续熄灭 最后只剩下了一扇窗户亮着灯 白沙盯住了那扇窗户 灯光暧昧挡着窗帘 她坐了一夜 直到东方露出余度白 她的内心就像一麻袋沙子和一麻袋米 掺杂在了一起 无力分开 白沙并没有对微微捅破这个秘密 本来她想吞下这口恶气 没想到鲁三国并没有罢手 她开始抢夺微微了 半个月之后 白沙顾忌重施 再次窃听了鲁三国和微微的对话 鲁三国说 微微 你还记得吗 我们第一次认识是登乔格里风 一路都是咱俩接绳组 那根绳子我至今真藏着 微微说 你有那么多女人 我只是其中一个罢了 一根绳子只能拴两个人 你在向我求婚吗 给我个理由 鲁三国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你就像一匹狼必须有个跟随你的围栏 我是 白沙一下子就把耳机扯掉了 微微回到家之后并没有对白沙说什么 不过她显得心事重重 当天夜里白沙对微微提出来 我要跟你一起去珠峰 微微大惊 你 我要让自己爱上登山 微微说 不行 白沙说 我不冲顶 我只送你到C1营地 我可以给你当私人高山摄像 你上厕所的时候 我还可以帮你拉拉链 微微还是不同意 那是世界第三级 你一点登山经验都没有 可能吗 白沙说 我明天就开始训练 果然 白沙背着微微 真的开始了登山训练 每天清晨 长跑十公里 周末爬山 一次三个台阶 跳着上 她还抱了一个攀兵训练班 行驶两个人各忙各的 微微又是个粗线条的人 她并不知道白沙在忙什么 终于 微微要出发了 和每次去登山一样 她对母亲撒了谎 说她去拉撒旅游 微微前脚上了火车 白沙后脚也上了火车 微微并不知道 白沙也在同一趟火车上 白沙带了一个很大的旅行包 里边装着登山装备 高寒电池 还有一个老式折叠的刮户道 白沙给微微买的是软卧 她做的是硬卧 人很多 一片草洒 初昆明过广州 奔拉萨 一天一夜之后 窗外出现了雪山 闪过一道奇异的光 白沙拿出笔记本电脑 用无线网卡上网 她搜到了鲁三国 接受采访的视频 记者问起了她登珠峰的计划 最后 鲁三国说 这次我登珠峰 一定要成功 白沙轻轻的说了一句 这次我登珠峰 一定要成功的干掉你 是的 白沙打定了主意 这次 他要在雪山之上 杀死这个青帝 罗布泊之咒 第130集 珠穆朗玛峰 海拔8844米 死亡比例 7比1 薇薇他们总共7名登山队员 经过几天的适应训练 他们乘坐大巴 进入了海拔5200米的 九乌拉山口 到达大本营之后 其他人在休息 薇薇跑到营地附近捡石子 突然看到白沙 背着登山装备出现了 他成功的混过了检查站 当时 薇薇傻住了 白沙笑着走到薇薇的跟前 放下了沉重的背包 薇薇说 你怎么来了 我说过 我要来的 白沙 你太任性了 薇薇 从昆明到这 2700多公里 我都来了 不差这7公里了 而且 我已经偷偷摸摸 训练了5个月了 队长阿桑走了过来 薇薇只能苦笑 阿桑 这次我要带家属登山了 他是我男朋友 白沙 白沙 就这样 从来没登过山的白沙 就凭着一股二劲 来到了珠峰脚下 要跟薇薇一起登山了 薇薇带着白沙走进大本营的帐篷 向队友们做介绍 大家纷纷和白沙握手 鲁三国伸过手来 白沙只是朝他笑了笑 鲁三国把手收了回去 也笑了笑 接下来 大家继续做适应训练 珠峰和白沙想的不一样 一路上到处都是垃圾 天蓝山白 薇薇和鲁三国走在一起 越来越远 白沙透过风雪镜 偶尔看一眼他们的背影 恨不能立刻用刮胡刀 划破鲁三国的喉管 走着走着 他开始气喘吁吁 戴上了氧气面罩 他甚至没有体力抬头看了 只盯着脚下 没完没了的血 没完没了的泼 他感觉自己快死了 只好停下来 他发现前边有个高大的兵壁 兵壁下坐着一个奇怪的人 他大约四十岁左右 没穿任何登山装备 脚上没穿冰爪 手上没拿冰稿 也没戴氧气面罩和风雪镜 他穿着一件酱色的皮卡壳 一个深蓝色的毛线帽 一双军用大头鞋 衣帽鞋 统统十分破旧 好像他一直坐在这里 已经被风雪拨拾了一百年 他满脸的壶茬子 挂着厚厚的霜雪 正朝白沙微微的笑着 白沙本来呼吸就费劲 看到这个人 他心跳迅速加快 一阵眩晕 在雪山之上 这个人的打扮是不对头的 就像在月球上 每个人都戴着宇航帽 像蜗牛一样缓慢的行走 突然远处出现一个人 他穿着普通衣服 就像在地球上一样 快乐的跑来跑去 他不用带氧气 怎么呼吸呢 他不穿冰爪 不拿冰稿 怎么行走 在高海拔环境当中 大脑的转速出奇的慢 白沙盯着他 思考了半天 才想出两种可能 第一 他出现高山反应 兵闭下这个人是他的幻觉 第二 这个人已经遇难多年 冻死的人都是笑脸 白沙死死的盯着他 这个人竟然站了起来 在冰雪之上敏捷的行走 很快就绕过兵壁 不见了 白沙回头看 另一个登山队员 吃力的走过来 白沙摘掉氧气面罩 吃力的问 你刚才 看到那个人了吗 对方抬头 透过风雪镜 看了看他 摇了摇头 继续艰难的朝上爬了 大家回到了大本营 这天上午 藏族女医生 为队员们量了血氧和血压 白沙检查完了 走回帐篷 经过另一顶帐篷的时候 他看见一只 红嘴红爪的乌鸦 溜了进去 正在着睡袋上的食物 他抓起一块石头 悄悄靠近了他 背后突然有人喝了一声 住手 白沙回头一看 是鲁三国 鲁三国的表情 第一次这么严肃 白沙说 你有病啊 乌鸦是藏族人的神兆鸟 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习俗 白沙嘟囔了一句 扔掉了石头 中午 有个藏族妇女来了营地 她逢人就问 你们看见我丈夫了吗 她叫多吉 是个悲夫 阿桑问他 她多久没回家了 二十多天了 阿桑摇了摇头 把脑袋低下去 藏族妇女 又去别的营地寻找了 白沙想到了 兵陛下的那个怪人 多吉 会不会被他带走了 下午 白沙在帐篷里睡了一会儿 醒来的时候 她听见鲁三国 正在帐篷外 和威威聊天 她举着DV机走了出去 很不客气地说 鲁三国 我来是给威威 当私人高山摄像的 麻烦你 走出画外 鲁三国 有些尴尬地走开了 威威说 你怎么这么小度吉产啊 白沙放下DV机 操 总想当男一号 那天晚上 大风刮了一夜 早晨起来 茶杯里变成了一块冰 茶叶漂浮着 很像琥珀 大家返回拉萨修整 白沙 一直给威威路向 鲁三国 知去的远离 九屋拉山口的小贩 多了起来 珠峰旅游旺季正在到来 路上 白沙看到了很多游客 白沙一直以为 珠峰是无人游 现在才知道 这里都快变成吉市了 路过海拔 五千一百米的上戎不死 大家停下来 那是世界上最小的寺庙 只有一个留守僧人 门口有一块木牌 上面写着那个留守僧人的手机号 庙内有个洞 供奉着莲花大师的雕像 和用过的器物 威威进去跪下 臀部撅得高高的 像藏民一样 双手伸出 额头触地 虔诚的叩拜 白沙和鲁三国 站在威威的身后 静静的观看 从他们的角度 正好对着威威性感的臀部 两个男人似乎都有些敏感 鲁三国走出来 跳望珠峰 白沙跟出来 点上一支烟 抽了起来 白沙先说话了 鲁三国 你说你那么有钱 为什么来登山呢 鲁三国依然望着珠峰说 到了山上 再多的钱都买不来一口气 停了停 白沙说 你说要是在雪山上杀个人 是不是很简单呢 鲁三国看了看白沙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 白沙 他瞇着眼睛望着珠峰 那么牢高 警察上不去 直升飞机上不去 死了就死了 山上离神境 神会看到的 我不信神 鲁三国笑了笑 不说什么了 白沙又说 妈的 上上下下 已经磨叽了一个多月了 什么时候才真的出发呀 我已经急不可耐了 那要听领队的 出发之前 要举行一个卫丧仪式 朝天上 撒清磕 要是山鹰来吃 我们就出发 要是他们不来吃 暂时就不出发 生死由命 跟鸟 有个什么关系 我们要懂得 尊重一些东西 尊重神意 尊重天气 白沙 你除了学登山技术 还应该学一点 登山的规矩 白沙顿时变脸了 规矩 你懂做人的规矩吗 鲁三国愣了愣 你想说什么 白沙朝后看了看 然后压低了生意 少跟我装糊涂 你朝我的家里 吐过一口痰 你当我不知道 我不会就此罢休的 鲁三国想了想 平静的说 白沙 你还应该学一点 登山人的心态 哼 你他妈让我学会宽容 对吗 告诉你 咱俩的账 必须清算 微微走过来 大声的问 你们在吵什么 白沙狠狠的 瞪了鲁三国一眼 掉头走开了 返回大本营的时候 白沙看到路边 有个指示标 上面写着 珠峰保护区 已经快倒了 白沙发现 那个区倾斜之后 变成了另一个字 凶 他的心里 立即就有了阴影 这天晚上 微微感冒了 头疼的厉害 在帐篷里 白沙把微微抱在怀里 要给他揉脑袋 微微推开了他 我没那么娇气 白沙再次强硬的 把他抱过来 继续揉 鲁三国正巧走进来 他有点尴尬 怎么了 微微 我没事 鲁三国给他们送来了暖帖 他离开之后 微微对白沙说 没有你的时候 我跟他们一样 没人把我当女人 你一来 硬是把我揉成了女孩 这一天 天气很好 阳光灿烂 营地后的山坡上 微丧仪式即将开始 肃穆而宁静 邪座和向导 焚起烟雾 并在微丧堆上 添加松枝 百枝 滋巴 酒香 接着 大家跪拜叩首 喇嘛念起经文 微微胸前 挂着一块玉观音 他拿下来 放在马尼堆上 一个藏族向导 正在上面 粘一块簪把 一个藏族向导 手握道米 对着珠峰的方向 双手扣出了莲花状 被供奉过的猫牛肉 被一点点的分割 鸟儿把他们带到了天上 大家把冰稿放在祭坛上 祭奠结束之后 取了下来 大家把青柯 撒向了马尼堆上口 几只山鹰 在天空盘旋了一阵子 纷纷下来着实 大家互相撒青柯 跳起了锅庄舞 微微左手挽着白沙 右手挽着鲁三国 微微和鲁三国都跳得很开心 白沙信不在眼 接下来 登山队 要正式登山了 白沙整理背包的时候 掏出那把老师的刮户刀 装进了那兜 他知道 那么高的地方 多一根牙签都不能带 但是 他必须带上这把刮户刀 如果不是为了要命 他也不会来这里玩命 大家出发了 他们选择的路线 是珠峰北坡 天上的云彩 就像白色的金帆 冰川上全是冰字石 偶尔有猫牛在身影 在雪坡上 缓慢的移动 微微走在前头 时不时的停下来 望着一块巨大的即将融化的冰 似乎陷入了悲悯和沉思 白沙走到他身旁 他说 再看看他吧 等我们下来的时候 他也不在了 到达前进营地之后 白沙就坚持不住了 戴上了氧气面罩 微微劝他到此为止 被他固执地拒绝 那天晚上 风大的惊人 帐篷门都关不住 从外面看 那些帐篷被风吹得 就像几只大皮球 白沙和微微合一躺在睡袋里 白沙一边艰难地喘息 一边说 微微 要是这次我不来 你会不会和那个鲁三国 睡一个帐篷 有可能啊 早上 风一直在刮 至少每秒三十五米 两顶帐篷被吹到了谷底 白沙开始咳嗽了 他一个人躺在帐篷里昏睡 迷迷糊糊之中 他听见微微和鲁三国在说话 他爬起来走出去 风把他吹了个裂去 那个怪人 又出现了 他蹲在更高的地方 看着他笑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 他的神态竟然十分的安闲 就像放羊人蹲在山坡上 端详缓缓移动的羊群 白沙愣愣地看着那个怪人 很快对方就消失了 看得出来 他对这里的环境太熟悉了 就像是他的家 微微没有和鲁三国在一起 领队阿桑把他叫去 重新分配向导 这一天 风停了 大家继续攀登 白沙又戴上了氧气面罩 鲁三国 薇薇 白沙 走在登山队伍的最前面 三行脚印 两行重叠 一行偏离 就像三个人的关系 终于他们来到珠峰的雪线 都穿上了技术装备 然后顺着斜坐铺的路线绳 渐渐逼近了北澳兵壁 那个兵壁垂直高度400米 坡度50度到70度 附近经常看到 不知哪一年留下的路线绳 冰川变化快速 有的路线绳被埋在了雪里 有的路线绳竟然悬在了半空中 大家走只字形路线 微微叮嘱白沙 看到两根绳子重叠的话 选新的 前面出现了一个金属梯 金属梯下面是白色的深渊 鲁三国过金属梯的时候 白沙紧紧盯着他的兵爪鞋 如果他掉下去了 就省得白沙下手了 可是鲁三国平安的走了过去 他们到了北澳的C1营地 海拔7028米 远处的张子峰被锁在了云雾之中 向导让队员们戴上氧气面罩 开始吸氧 鲁三国拒绝了 白沙想 这小子体力真他妈好 估计到时候得在他脖子上多聚几下 第二天天气没有问题 大家继续朝上灯 氧气越来越稀薄 大家的步伐越来越艰难 朝上方或者下方望去 偶尔可以看到其他登山队的身影 傍晚到达了C2营地 第三天黄昏 他们到达C3营地 这儿的地形是倾斜的 微微的帐篷 无法搭建 白沙束手无策 鲁三国从远处找到一具尸体 他把尸体拖过来 垫在了帐篷下 这一夜 白沙和微微 在一个帐篷里休息 微微躺在睡袋里 白沙用绳子挂在自己身上 只是打了几个盹 半夜过后 大家补充能量棒 离开帐篷 要冲顶了 漆黑的珠峰 向导的荧光棒 在闪烁 微微在奋力的攀爬 步步惊心 到达海拔 八千八百米的第三台阶 离顶峰只剩下四十四米 一段横切的岩壁 三十厘米的通道 下面是万丈深渊 前面排了二十多位登山者 等待通过 造成了恐怖的堵塞 白沙 微微和鲁三国 在第三台阶下 等了两个多钟头 手脚都失去了知觉 最后 微微放弃了 他选择了下撤 白沙和鲁三国 陪着微微 一同下撤 白沙发现 到了八千米之上 可能是反映迟钝的缘故 他心中的仇恨 已经荡然无存 在这里 只有一个最简单的念头 朝上走 朝下走 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 统统被洗掉了 只剩下了最原始的自然关系 互相关怀 互相帮助 互相支撑 一起回家 天亮之后刮起了风雪 向导走在前面 渐渐不见了踪影 走着走着 白沙看见了一个人影 他远离路线绳 在倾斜的雪坡上 轻快的奔走 很快就消失在风雪之中了 雪山之上 是个哑巴世界 大家都包得严严实实 只有缓慢的动作 而且 白沙没有立即喊叫 就算他喊叫 另外两个人也听不见 他十分确定 他反复看到的是同一个人 一个葬身珠峰的冤魂 走过C1营地之后 天气变好了 三个人解开主索 离开路线绳 结绳下车 所谓的结绳组 就是你拴着我 我拴着你 鲁三国在前面 白沙在中间 薇薇在后面 白沙感到很意外 他来珠峰 是想杀了鲁三国 却一直没下手 现在 竟然和他结了绳组 生死与功了 这时候 他们已经摘掉了氧气 前面是个冰牙 三个人必须 从旁边切过去 没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白沙听见薇薇在身后 发出一声尖叫 还没等他回头看 薇薇已经从他身旁 冲了过去 姿势就像是坐滑梯 速度极快 他滑坠了 白沙没有经验 大脑一片空白 薇薇翻过身来 趴在地上 奋力地用冰稿制止滑坠 可是无济于事 鲁三国也愣了一下 不过他迅速地反应过来 立刻用脚 蹬住了一块冰雪珠 凸起的石头 紧接着 一股巨大的力量 猛地拽了白沙一下 他也跟着滑下去了 他的身体不断地 撞击在突出的石头上 他知道 在雪山环境之中 发生滑坠 意味着什么 他的大脑里 只有一个念头 完了 死了 当他被鲁三国的绳子 拉住的时候 竟然半天没回过神来 这时候他离冰崖 大概十米远 而薇薇已经滑下去了 悬挂在冰崖之下了 白沙赶紧用冰稿 固定住身体 在冰雪上打了个锚点 拴住了身上的绳子 接下来 两个男人 完全可以把薇薇拉上来 可是 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有个人 突然从雪地里冒出来 正是白沙 见过的那个怪人 他抖了走身上的雪 然后走到冰崖的边缘 蹲下来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 锋利的小刀 他的脸上 一直挂着 被冻僵的微笑 下面是个狭长的冰窟 薇薇只要掉下去 必死无疑 就算不死 任何人都无法把他弄上来 白沙大喊一声 你干什么 那个怪人看着他 你们闯进我的家 你们要干什么 你是谁啊 我是猎人 说完 他一下子把绳子割断了 白沙甚至没听见 微微坠地的声响 你什么事 你别介绍的 你就是很离碌 什么事 如果我们还给你 你为什么能够了 你为什么要还好 你怎么说